蘇花公路管制站前工作人員導引避免用路人進入 民眾抱怨但也無可奈何 大清水民稅到貪方雙向不通 不只貨運司機送貨受阻 民眾不是得繞路就是只能 搭火車 售票窗口前一早不少旅客排隊等著買票 會不會打亂的所有行程 那到那邊沒有車怎麼辦 民眾臨時改搭火車 目前台鐵每天會加開12班宜蘭到花蓮之間的區間車 也啟動貨物列車讓生鮮蔬果可以運送 另外民眾若是需要用到車也不用擔心 航港局協調渡輪投入載車載客 在花蓮港跟蘇澳港之間接駁 至於客運的方面因為通通都無法行駛 影響每天有八班次 而受影響的不只交通還有旅宿業 影響的應該會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的客人 會做取消或者是延期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都相信我們的各飯店能夠很好的為客人服務 預估週日搶通 這週末住房率勢必受到衝擊 不過如果旅客沒有要取消行程還是想要開車前往的話 可能就得往西部最後走南回到達東部 而中橫公路則會分時段開放通行 不同替代措施減緩影響 不過春節廉假緊急要到來 民眾出發前還是得考慮規劃清楚再出發 TVBS新聞花蓮採訪報導